金湖海滩花隔祭活动将从7月7号展开 金门县政府规划以解放、音乐、玩水以及浪漫为四大主轴 让长达一个月的夏天充满音乐与解放海洋的经验 期望全家大小到金门县观光度过欢乐难忘的暑假时光 由穿着迷彩服的年轻美媒带来的热舞 为金湖海滩花隔祭揭开序幕 金门县政府今年特别把造势记者会开发到台北举行 希望从7月7号开始的花隔节活动带动观光人潮 体验解放后的美丽金门海洋 我们非常高兴的这几年两岸关系的反而金门的角色并未改变了 所以我们政府能够把这些人气足够的把它排除 让我们的海岸漂亮的海岸可以还给每一位年轻的朋友 独特的军事文化与特有的花隔生态 勾勒出金门独具的文化与样貌 主办单位今年更熟度将活动延续至两岸三地 希望让游客体验丰富热闹的年度省会 随时用手一波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花隔 所以这一次的活动特别有一个副标 就是夏宴金门海洋风 但是它就是金湖的花隔祭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带着小朋友到金门进行语练 金门的沙滩之美 以及我们对生态的保护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今年的金湖海滩花隔祭活动当中 还将举办花隔乐团PK赛 参赛的比赛歌曲必须改编一首邓丽君的歌 呼应金门早年的特有文化 主办单位欢迎两岸三地乐团报名 更期待民众席家带卷到金门县观光 中佳台北新闻刘德宇采访报道